佐西山公所舉辦的2020木雕藝術展 結果出爐了冠軍是從事石雕藝術創作 35年的劉金德 作品的名稱叫做陳仲 述說著布農族人在山林裡頭討生活 當行山員、當鞋座 祖先們上山布農打獵 發揮了背越多、走越遠 象徵用身體建設家園的布農精神 更利用刀片、技法、雕刻方式 更添布農族出壯又有力的勇士精神 佐西山公所辦理的2020年木雕藝術展 從5月13日開副儀式後展開 各位木雕藝術師展現功力 希望最美好的木雕藝術品呈現出來 終於十位藝術家的作品 在5月29日全部完成 我們想要把他們的這樣的一個成品 把它保留下來 因為佐西山現在叫做神音之鄉 非常重視八不合音的一個傳承 那現在我們想又要再增加一個叫做神雕之鄉 這個創作的人都能夠這個大作留下來 來呈現在我們佐西山的各角落 經過了15天的工作 十位的藝術家實踐作品在29號登場 仍來參加頒獎典禮的民眾大保衍服 總共有七位佳作 季軍是古勒勒法制上 亞軍是陳全榮 冠軍是從事石雕藝術創作35年的劉金德 劉金德所創作作作品名稱是陳仲 是說布農族人在山林里套生活 當尋山員 當協作 祖先們製作背樓上山務農打獵發揮 背越多走越遠 象徵用身體建設家園的布農精神 更利用刀片技法雕刻方式 作品充滿著布農族的淳朴以及真實 自然純粹 線條簡潔俐落 流暢的片刻技法在木雕上督數一格 記者高雙雙 佐西湘采訪報導